共同的夢想家 就愛給你一份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 和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你準時收聽收看 我們的桃色新聞 今天我們的習慣節跟愛麗 我們今天要來講這個 又讓台劇 真的是又有一個新的天花板 就是不夠善良的我們 天吶這個開播以來 你知道 他開播就有時候是不錯的 我用一個平台 結果就是說 他說我不是VIP 所以只能看一集嗎 然後我就從那上面繳錢 繳完了 反正就不知道怎麼又卡住 我用手機什麼 瞄那個什麼QR Code 所以我就用一個小小手機這樣看 頭又頭不上去 就不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是掙扎了很久 繳了兩次會費 因為第一次 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又不讓我看 你跟台哥大反應一下 對 就是真的是 有點小傻眼這樣 好 那不夠善良的我們呢 徐玉婷 我覺得他一直很努力 很恐怖 就他從一個純編劇嘛 後來就開始倒 倒電影 但是話要說回來 他倒那個 愛宜良也的內部你有看嗎 有 你覺得 叫什麼名字去了 我超愛那首歌 愛宜良唱的那首歌 好 好 那你那時候看了覺得 不要為難你 你也要整這個 真的假的 你現在想不起來 糟糕 那是不是 是不是他是在一個蜕變過程 因為好 我這樣講 因為那個電影 我覺得 有待修正 我自己覺得 有一些情節 因為那部我沒看 但是我個人覺得 徐玉婷的作品 到這一次 我也是直接跟他這樣講 我說你變一個大師了 對 就是我個人認為 這是我個人的觀察 就是 我覺得他從一個純編劇 還要去導 這是很難的事情 然後 其實自古以來 很多大片 編跟導分開的時候 編劇也不見得完全的是 覺得導演導的是對的 當然 因為你有很多的情緒 我不想這樣表現 我的文字是這樣表現 對 我覺得說 你沒有拍出 我想要表達的意境 就你的 比如說你 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 那場我沒有談戀愛 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 吳康仁嘛對不對 對 那個我沒看到 我有看 你那時候給他的評分是 來 快點 自爆 不要為難愛力 哈哈哈哈 那你說你有看是不是 我有看 我有看 那你覺得 跟不夠善良的我們比起來 我覺得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真的齁 對 因為 不夠善良的 就是又 又蛻變了 我覺得因為影集 跟電影呈現的長度篇幅 他會有取捨 會不太一樣 那包括之前 他秋澤那個案子也是啊 那時候也有人講說 哪個案子 欸等一下 誰先愛上他嗎 對對對 誰先愛上他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那個作品也是有人說 經過重新剪接之後的調整 有有有有有 就變了很多的不同 不同切入的角度等等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在 因為我剛好認識那個 不夠善良的我們那個剪接 我就問他說 剪接也很厲害啊 我剛好因為我剛好認識啊 我就私在聊 跟他問說 這個剪接的時序 我覺得做的還蠻好的 是你們一開始 因為素材的設定就這樣 還是你們重新消化完之後 決定這樣剪 他說是一開始就設定這樣子 哇那很厲害啊 那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不夠善良 我們這一次會引起 這麼多網友的共鳴 也是就像剛剛兩位提到 他們在描寫這些婚姻啊 以及伴侶關係當中 那個細膩的 很深刻 對是很深刻的 而且那些小小的東西呢 是過去可能沒有人說過的 比如說 你會不會去偷偷看你的前男友 前女友在做什麼 那我會不會去看看 我老公的前女友在做什麼 我看我和我老婆的前男友 在做什麼 他有一點像是現代都會版的 白玫瑰紅玫瑰啦 對啊有啦有啦 就是白月光或是蚊子寫 這樣的一個概念 對但這種東西又是 很多人的共同公約術啦 就像你有初戀 我也有初戀啦 大家都會有這種故事嘛 那他就把這種細節寫得很好 而且我真的在這邊要特別 透過貴節目要鄭仲敵 跟賀君祥道歉 因為我看完前兩集 不知道他在哪裡 你很煩欸 真的啊 他沒有認出他了 大家都說 你是以為侯友宜來票戲嗎 沒有 我想說這個人演得不錯 他是誰啊這樣子 他說這個人演得不錯 他哪位啊 怎麼會有我不認識的演員啊 我跟你講 那天我旁邊坐柯宇倫 我說 賀君祥在哪裡啊 天啊 他說 那個啊 沒禮貌啊 柯宇倫想要撐開你的眼睛啊 對 我說柯宇倫還沒出來啊 我在第三集 沒有 因為柯宇倫他演得太好了 但是他的髮型我認不出來啊 刻意的 刻意的 你知道演偶像劇出身的人 一定會被導演就是或是攝影師各種角度的要求 來耍帥來帥喔 什麼什麼 就是你根本不會進步表演 他頭髮變成這樣 我認不出來 變一個小寸頭 小平頭 小猴友宜 對 就是 因為我們習慣他是長髮啊 對 很帥 長髮很帥 他很短好嗎 他超級短 有很短很短 就像你今天告訴我正義劍或是木村洞 在剪那麼短 差不多五分頭 我也會認不出來啊 沒有 我覺得不只是髮型 我覺得他居然呈現出 整個味道都不一樣 一個中年人的那種 對於現實的無奈 人生的無奈 對 無奈的那個眼神滄傷 我朋友才講說 你看 那個結婚對中年男子的多傷害 看看 賀君祥面的侯友宜 好煩喔 但是這個故事 我們先念一下 這個網路上 這個 就是他的摘要啦 他其實講兩位同月同日出生的女性 就是林依辰跟徐偉寧 但這個最後一集也破掉了 就同月同日出生這件事 曾經愛上了同一個男人 就是賀君祥 然後成為情敵 那十年間一直通過社交媒體 幻想對方活得更好 而產生嫉妒 多年後再次重逢 兩個人分別是 已婚與單身的身份 然後當然這個戲 其實因為許惟寧一直在單身 然後我就記得 他最後一集播完的時候 就有網友很不高興 他說 為什麼 你要把單身女性 寫得下場那麼慘 為什麼大齡女子要這麼慘 不要講出怎麼慘 對 大家都知道了吧 真的嗎 沒關係 我們還是keep some secret 好 但是 但是其實這個戲 為什麼好看 而且我覺得他好看 我覺得許惟婷很厲害 就是說 第一個 拍攝的影像風格 就像剛剛 吸管姐有講到說剪接 他雖然看起來好像是慢的 但事實上他在轉場 或是跳到另外一個情境的時候 他情境的非常快 都還有一些情節是想像的 還是真實的 還是夢境 就是有想像夢境 但那個夢境又過於真實的 讓我們都同嘆了一口氣 就當男主角醒來的時候 他自己都 然後我覺得觀眾都跟著一起 都跟著他揪了心 然後又放下 他也是可能在很多人的愛情史當中 總有一段異難評 然後你每次想他的時候 都是午夜夢迴 難以割捨 忘都忘不掉 然後醒來的時候 你會長嘆一口氣 我覺得 而許惟婷就抓到這樣子 對 一個感覺 他抓到這個東西 這是 我覺得也是女性編劇 跟女性導演的一個細膩 才抓到 但是厲害的來了 你知道 曾經 比如說以前就是很多電影 就標榜說女性 女性電影 他的票房就很爛 有沒有 因為大家就覺得說 你們到底在幹嘛 或是比如說 我們就講有些人 什麼就是談戀愛啊 失戀很痛苦 哭啊 我被騙什麼的 寫不到裡面去 怎麼樣寫得深 那我覺得 我覺得許惟婷這個不簡單 當然他是 BASS在一個 他自己是一個很優秀的編劇 所以他能夠 像寫閃文寫詩 一般來寫我們所謂的風華學樂 然後他自己的甜調 做 其實我覺得 很多編劇的作品 會讓人家有共鳴事 因為你做很多的甜調 然後這甜調又給你一些靈感 對 今天我們在推薦的是台劇天花板 新天花板 其實應該說這幾年台劇 新的類型 很好看 台劇好看的真的非常多 我覺得真的是 各種不同類型 真的非常恭喜 台灣的戲劇工作者真的是很棒 值得我們這個每一個人都要去 我覺得不但是點贊轉發分享 然後請大家多多看 多多去點點閱 我們就看看今年金鐘獎 迷你迷你劇集 陸史誰手 他這個算迷你的是嗎 對啊不要八集啊 因為八集嘛 哇塞 我跟你講你記不記得有一年 我們也是一直看好A劇 就後來突然殺出來一個B劇 你就想說 怎麼會寄生與何生亮 哪一個 我待會要想一下 我應該不在 因為 因為我 這是從去年到今年 大家都講 目前的 迷你單元劇的天花板 應該是八尺門 現在看八尺門跟 善良 還有沒有別的 太難了 好你八尺門算有女主嗎 八尺 應該算男性也比較男主 那所以女主人家也在說 林依晨跟徐韋寧 有人說有沒有可能雙 我如果是劇組 我會把徐韋寧抱女配 他在女配會 他在女配勝場很高 我如果是的話 我會把他抱女配 可是我覺得徐韋寧 他優於林依晨的一個優勢 我不是說演技喔 是他的遭遇比較多 不同的表現的機會 那林依晨也是非常神奇的演員了 但我只是說 這兩個角色比起來的話 因為他也有什麼 後來又身體不好啦 然後又得不到自己的愛啦 然後又 等一下我要先講一句 就是那個單身女性看這個 真的是會很難過 其實不要難過 你只要那個就是 我們修正一下 我們人生摺偶的方向就好 因為他完全點出 單身女性的困境是什麼 一個警鐘在敲了 就是我們三十幾歲了 碰到的都是什麼 年齡太小了 然後你愛他 但是他媽很難相處的 然後再來還有老外 或是已婚的 所以當徐韋寧在義大利說了一句說 我想吃藕阿米索的時候 我就說真的 你不要只吃藕阿米索 你的人生口味要 你知道嗎 開拖一點 所以他在國外的時候 交老外男朋友 也是有 對 但是他的心裡還是愛藕阿米索 所以他吃不下去啊 那就是露水因緣 讓他們人生總是會有經過這種事 所以他把這個部分 又寫得很好 對啊 就是變成說 單身的那種 都我們過來人 我們完全感受得到 我們遇見的牛鬼蛇神 差不多就是裡面那個樣子 然後你就很無奈啊 那你有遇到像總經理那樣子的嗎 我想一下 沒有啦 那個好帥喔 I thought you were different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總經理又是已婚嘛 對不對 而且總經理有給他一段戲喔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劇本好看在 他讓這些角色 都沒有那麼的刻板 就是比較鮮活 你沒有讓 比如說 總經理 他那段戲 我們往往都會說 你跟你的高層啊 誰誰誰出軌啊 一定是高層那個 很壞啊 只是想要吃你豆腐啊 給你幹嘛 露水因緣這一種 可是他給總經理那段戲 雖然只給他兩三段戲 但我覺得算是給的蠻好 他等於也是賞識這個女生 也是很欣賞他 然後也有講出 自己在婚姻裡面的困局是什麼 他也沒有講得那麼膚淺 是 你知道因為膝關節提到這個 我就覺得 徐玉婷他做到很多點是 非常細膩的 就包括像是對白 你知道這個一定是一個 專業編劇才走出的 走得出那個困境 比如說他最後他去找 徐偉妮自己一個人 在海邊養身體嘛 然後他那個 林依晨開車過去找他了嘛 對 那你看林依晨那時候已經 是已經離婚了嗎 跟那個賀君祥 FIRE FOR DIVORCE 豎請離婚 還沒正式 好 然後他就去找這個 老公心中永遠的微笑 徐偉妮 然後他就喊他 因為有一段距離嘛 然後他就說 那你們怎麼樣 他就講了一句 林依晨就說 我們要離婚 出軌 我 你知道這樣的一個震撼程度 跟因為我出軌 所以我們要離婚了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徐玉婷他已經就是 因為他在編劇界 他又那麼會寫 他已經可以把一個很普通的 八點檔的句子 倒裝拆解用單字 然後顯現出那個力量 震撼 又顯出林依晨的慌亂 因為他才剛開了很久的車到台東啊 他下來看到他在海邊 他怎麼會那麼有理性邏輯的去講 他就是很支離破碎的丟住 因為他也剛好有一段距離 所以他這麼有一段距離這樣講 你沒有辦法講那麼完整的句子 所以你只能講單字跟動詞 講完了 解釋完一切 對 然後那當然最後 為什麼我不懂 西灣姐說聽到的最後一集的評價 不一是嗎 因為 你覺得太溫情 對有些人會這樣覺得 可是因為這個 他會把故事寫成這樣的原型 是因為 導演自己有提到 他在填調的時候 有一對 就是有一個男生去照顧前女友 因為前女友得癌症 那後來他老婆也讓他老公去照顧前女友 那後來這對夫妻後來也離婚了 所以他想要把這樣子一個看似比較悲劇的收尾 在這個故事有一個新的轉折的方向 那因為太多人講說 我怎麼可能身為我是這個老公的太太 我去照顧我老公的前女友 這個段落有些人覺得說 這太瘋了 這矯情啦 這真的見人就是矯情啦 真實人生真的有 但這是真實的人生往往超乎我們膚淺的理解力 因為很多很罵不夠的事情 你剛才沒可能發生的啊 那就是發生的啊 那我要跟徐玉婷講 我知道的那個真實故事 就是一樣就是一對本來頂客族都不只生小孩 就男人在外面有了小孩 然後這個因為他們是神仙眷侶 大家都很喜歡他們 覺得他們兩個很合很合 然後結果這個女的很了不起 就是他認為他必須退出 因為有小孩了 小孩要登記 所以他就跟這個老公離婚 但是他真的是跟這個老公的媽媽 就是婆婆處得很好 所以媽媽最後要走的時候 還說你一定要把這個 我的前媳婦叫來 所以他最後的日子 還陪著他的前婆婆 你看有多偉大這情感 第一個我退出這個婚姻 第二個我還要照顧你媽 這是真人真事 我都不曉得要怎麼跟這個女生 就是問候說 你怎麼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他一定很困 這個有那個 這個有那個 這什麼情節 這是聖母情節 但是他其實真的很愛這個男人 所以他願意 成全 他願意成全 對啊來播一下劉洛依 而且是 對啊 而且是好像 不是這個男的告訴他 男的死不敢說 當然不敢 好像是男的的朋友 在一個Party裡面 就跟他講了 然後他也 永遠是最後一個知道 不是 而且那時候就已經快生了 我們講一點正面好不好 我有另外一個朋友的故事 就是也是很離譜 但是也跟初戀一樣 就是他的媽媽很早就離婚 你到底在怕什麼 我們不能沉淪下去是不是 不是 我們夠會好一點好不好 就他的媽媽很早就離婚了 所以他看他媽很早就離婚 結果沒想到他媽後來再婚是 跟他媽媽的當年的初戀男友 蛤 你這個有比較好嗎 沒有我講一個比較好的 你有事嗎 我請問你他爸爸 他爸爸作何感想 這段婚姻對他來說算什麼 我覺得歪掉 這幾十年來 整個超歪 對他媽媽來說算什麼 他媽媽離婚完之後 隔了很多年 遇到的初戀男友 就跟初戀男友結婚了 你說他媽媽跟自己的初戀男友 是隔了很多年之後又遇到 你是女兒跟媽媽的初戀男友 沒有啦 剛剛一大誤會嚇死我 你把我的故事變成阿摩多瓦的啦 真的我的母親 在廣告期間你提出了一個什麼 你說 如果他跟他初戀 就是二婚是跟初戀 就代表你一婚的時候 心裡還是有這個人 不是 可是因為他們中間隔非常久 就是那個春世啊 類似學生時代淺淺的戀愛 所以並沒有真的 怎麼我陪你戀愛好長一段時間 然後我心裡還是有那個人 對這是隔非常久 所以他們是個巧遇碰見的 我跟你講這一題我現在可以了 我年輕時候 剛跟我老公結婚是萬萬不可 我就跟我老公說 你敢再婚我就變鬼了 嚇你 躺在你們中間 然後我的骨灰 又躺在中間 弄一瓶 放在你枕頭旁邊這樣子 後來到稍微 就是小孩也大了什麼 就會覺得說 生死無常 就覺得說 如果我先走了 我會希望他過得好一點 就是有人 有人照顧你是OK 真的OK 然後 還是你附身在某人身上 還要照顧他 有這種變態嗎 然後這是第一個對不對 第二個我覺得 我也想從我女性的觀點去聊一下 就大家說什麼 怎麼可能這麼溫情 就是說 你的現任老婆 還去照顧你前任的女友 怎麼可能 但是我覺得 他其實細膩到一個 就是說 那個林依晨 減慶芬 我覺得他一直很寂寞 他一直很寂寞 所以他必須要找一個假想敵 來讓自己生活有一點點波蘭 然後他也就覺得說 你自己想看看 兩個女生會三套衣服都撞衫 可見他們 而且他一直相信 雖然那個梗後來破了 就是同月同日生 那證明我們兩個有很多相似之處 那你的寂寞我會懂 比我老公還懂 所以他就有可能在心靈上去接近 你這個女人 尤其看到他變得這麼的不堪的時候 他也會心聲憐憫要去照顧他 我覺得減慶芬這個角色 就是一個想要追尋被認同 被認同感 感覺一直不是很快的 所以他才會 都還沒有跟人家談戀愛 就跑到人家家住去照顧人家媽 這有點荒謬 因為你講的就對了 就他想要被認同 他想要被認同 但是你剛剛講的這段 我們在最後一集 會給大家有一點點 不太一樣的東西 所以他講的東西 不完全是對的 我們現在可以講的沒關係 真的嗎 對 什麼最後一集 現在已經剩三分鐘 你快點 就是減慶芬跑去他家 去跟媽媽住在一起 並不是減慶芬自己原本的意圖 是他媽叫他來的 但你也要願意你才會住進去 誰會每次去住 而且我還要照顧你 因為他的目的 是因為他就愛 他就愛慕賀君翔那個角色 他就想說 這是一步將軍的棋 對 我就先拿下你媽媽 就拿下你 所以那個 憲營軒那個角色 就在旁邊一直調侃 或是塞狼嗎 他就有講說 那你們已經在起來 他說沒有啦 我只是去 他說那你是費用 就是同事就調侃他 那所以可能西彎姐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一直想要被認同 對啊 那就是我得不到你 正眼都不看我一眼 但是因為我有照顧你媽 你有看到嗎這樣子 然後那當然他當中也提到 這個長照照顧 就照顧老人啊 不管是失智或是失能 你要去照顧 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他也很 不能說合理 就是說 應該說這個對象 會讓他突然卸下心房 就是 林一辰出軌的對象 就是那個醫師 藍尾花 安慰他說 你把媽媽照顧得很好 那他可能覺得只是場面話 他說 因為媽媽來都香香的 我覺得這個 真的有在真正長照的人 會非常有感 像張曼娟老師 他就非常有感 他就被肯定了嘛 對啊 就我做的事有人看到 他需要是一個真正的肯定 而不是表現說 謝謝啊 辛苦了 就是他覺得很膚淺客套 所以他覺得我從 我先生得不到的 那一個認同感 反而在這個 跟我沒有關係的醫生身上 看到的那一個可能性 但是而且 你看像張曼娟老師 他就有分析 減慶芬 他自己媽媽疑似失智 他都不肯離職 但是為了照顧貪床的婆婆 毅然決然辭職 親自照顧 然後又陷入更深的煎熬 更痛苦 所以他覺得 這個真的是 林一神就把疲憊憔悴 又神經質的照顧者 詮釋了臺鼻症 可惜 Rebecca始終是 他心裡的那根刺 讓他不舒服 所以你知道 這很多人像很好玩 我看好吧 Gigi還是小米 反正就在分析說 他應該是什麼水瓶 然後誰是射手 什麼就在分析 對啦 你要問許玉婷 他到底有沒有設定到日期 沒有特別講 好像我沒有特別印象 兩個人的生日 應該是講說同月同日啊 但我好像沒有特別注意到 他最後有破掉了 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 那這個讓大家自己去觀影 好不好 我們不要破太多 但其實我就在想 就是他絕對不是天蠍 因為就是 我不會去在乎這個事情 你懂我意思嗎 你問許玉婷 你看他怎麼寫的 對 對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譬如說 簡慶芬會對那個 他叫張怡靜是不是 對張怡靜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隔捨不下的這種敵對 又變友好 是 我個人是覺得 我有些人的個性啊 不是只有我而已 就可能就覺得說 那黑薩啊 就趕快過去啦 就是我們會往前的 我不會讓這個事情 在我心裡糾結那麼久 然後我們可能就會跟老公說 沒關係 你喜歡什麼白月光 快快去拿 你去拍 快走 掰掰 好 謝謝大家收聽收看囉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